交通是旅游的重要基础要素之一 交通智慧化一方面提高了交通的数字化水平 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方便了游客的出行 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 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 推进旅游与交通融合发展 优化交通配套并指明了详细的发展方向 今天我们十分有幸邀请到了 全国公共交通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王健老师为我们带来智慧交通 旅游出行运营优化与创新变革的主题分享 有请王教授 好各位来宾早安 这个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旅游出行 跟这个暗需运输的这么一个主题 我们这是旅游策畅协会的第一个IP 叫做旅游出行 这个把出行跟旅游做一个新的名词 来这个行业当中来做 说说它这个概念 我们刚才这个大灰烂已经讲到了 旅游出行协会的一个重要的知识产权 因此那么我今天就是来做一点小小的演绎 就是旅游跟出行之间的这种关系 跟以前我们讨论的运输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差异 而我们在这个运输行业当中 现在为什么要把暗需运输 以前叫做大众运输 还有私人运输 还有一些共享 我是想从这些概念上来跟大家做分享 首先就是大的领域里面来讲 就是讲到旅游出行的这个基本的概念 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讲讲这种小众的旅游 而不再是大众的旅游 因为大众的旅游 中国过去几年这种快速的发展 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支柱产业 而且中国人出去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种产业 好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旅游发展当中 我们要对社会的影响最小 就是说可持续的 我们讲一讲一个案例 好 从这些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来学习 首先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运输 跟这个旅游关联的就是讲运输 所以说运输出行旅游这三个概念 其实它的含义是有微妙的区别 你比如讲到我们什么叫运输 从A点到达B点 那么我可以通过走步的方式 这样可以来完成这个过程 我可以骑自行车 利用这种交通工具 再早之前我还可以骑马 好 那么这就是你会发现 我的活动能力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每个人走的步行的速度距离 每天的活动范围受限制 但是我骑马骑自行车 如果后来出现了骑车坐飞机 这个A点到B点的空间 我们就从一个村到一个镇 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一个地球 这个概念就是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是讲到这个运输A到B 同样的出行 就是说我可以轻轻松松地走 比如说我有什么能力 我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 我首先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可以走 我能够骑自行车 那么我具有一个能力 还得有自行车在这个地方 我才能从A点到B点 假如说我想开小汽车 还有小汽车 所以说这种就是讲到出行 我首先都有这种能力 而我们讲旅游 这就很简单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愉悦或者文化 跟我们居家当中 我天天要到菜市场去买东西 或者说我天天要上班 我要去上学 这个功能性的是不一样的 它是为了生计 为了这个生活 而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为了高益 我为什么要去爬山 我为什么要去海洋 我要在这个体验 我过去的生活当中没有的 因此你就会看到 这三个概念当中 如果我们把旅游 跟这个运输关联起来 那就是要去度假 去度假这一类的 或者说探险 或者说是文化 或者宗教等等 这一类不是为了生成 而从事的这样一些活动 因此我们讲运输业 运输业我们就用 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来把人跟物 这就是概念 不仅仅是人还有货物 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 而出行这是人们生活 工作休闲 这个范围很广泛 而我们讲旅游 那就不仅仅是因为你要出去 不仅仅是一个运输 你还得要住在那个地方 你去的那个目的地 是风景啊 或者说是圣地啊 它就又跟它有关联 因此这三个产业 就比如说运输业 跟旅游业过去来讲 总是一个所谓的 孪生的这种行业 那么现在冒出来的这个出行 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 这个概念 因此我们会看得到旅游出行 好 这就是我们来解读 中国旅游出行大会当中 这就是什么呢 以临时性的出行的形式 它就是由来什么 生和消费 来重新塑造这个旅游的空间 这个我的步行的运行的 活动的这个轨迹 那就是相当于把我们的目的地 运输的过程 住宿 隐士 这些把它融合在一起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三个基点的概念 因此那么我们说从旅游业 首先就是要讲到需求 人们为什么要去探索 为什么要去探索 那么我们就在看到它的